当韩国明星戴上拳套和UFC选手过招会发生什么 这么深萌长得又帅的蓝明星 中国也有视频结尾给大家揭晓 而且是大家都熟悉的蓝明星 你们先猜一猜他是谁 先打在弹幕和评论区 他叫金中国1976年出生 韩国歌手主持人 韩国男子组合Trouble主唱 平时酷爱健身 拥有着强壮的体魄 说起金中国 很多中国粉丝应该都认识他 作为跑蓝的中级大boss 曾经一人单挑李成和顿超两人 在韩国自己的跑蓝节目里面 面对秋山晨勋的威胁 他也是丝毫不出 虽然最终是输给了秋山晨勋 但是在过程中还是非常的勇猛 听中国唱歌也是很好听的 76年的金中国已经快50岁了 但是长得一点都不像 看起来很年轻 以前总以为金中国是能歌善舞 而且变了一身剑子肉 到今天才发现 金中国还是一个酷爱格斗的艺人 金中国今天来到了僵尸的拳馆里 韩国僵尸正在胜啊 小明大家都很熟悉了 金中国今天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参观学习 还遇到了老熟人尹昌明 尹昌明就是之前输给唐凯的那个 简单的参观一下 金中国就加入了训练当中 这种体能训练 对于金中国来说 已经是小case了 念了一回体能训练以后 他们又开始了柔术训练 那这个对于金中国来说 就是比较懒了 以为这玩意是要长期训练的 稍微念了一回以后 他们就开始了今天的重途戏 就是实战对抗 在和金中国打之前 管理的人都会认为 这个是大明星啊 肯定是什么都不会 就是过来玩一下 第一个上场的啊 我们就叫他小黄 黄色的拳套 是僵尸的徒弟 上场过了几招以后 发现金中国啊 还是个练家子 一点都不恐全 而且啊打的还有模有样 要知道僵尸团队的这些人啊 都是职业拳手 小黄的一个后手全命中 这些人都会认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来击后手直全并重 军聘国说这个头头老是晃 好 两分钟时间的对抗就这样结束了 从点数来说肯定是金中国输 但是他出彩的表现 让现场的人也是刮目相看 郑战胜跑过来也想试一下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第二场切磋 金中国对阵韩国僵尸郑战胜 好 依然是两分钟一回合比赛开始 那刚开始僵尸也是很礼貌的试探 每次出拳僵尸都是收着力的 僵尸说我要来真的老 说实话金中国这个水平 评论区里我估计80%的人都打不过他 门心自问你能不能打得过金中国 你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金中国这个头盗确实容易松 虽然说僵尸是全程放水 但是从这个拳杆来看 金中国应该也是有长期训练的 大家可以看到金中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距离感 金中国突然一个后手拳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这个快50岁的人保养到这个程度 真的是不错 所以说兄弟们一定要保持健身的好习惯 好 两分钟时间到 僵尸再来个抱摔 僵尸说这家伙是真的厉害 大家不要走开 后面还有一场更激烈的对抗 在旁边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金中国就在说他这个头套的问题啊 太松了 他表示想换个头套再打一场 那这次僵尸给他选了一个更加小号的头套 然后亲自给他戴上去 第三场对抗 第三场对抗 金中国选了一个僵尸的另外一个徒弟啊 这个徒弟以前是和僵尸一起参加过这个熊音技选拔赛的 好 依然是拳击归走 两分钟比赛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金中国换了头套以后表现的怎么样 哎 金中国开始主动进攻 这一下是推过来的啊 金中国的力量是很大的 经过前几回合的对抗 金中国的体能是下降的比较厉害 对啊 YOU P连 嘻 金正国这个上钩拳打中了 时间快到了 僵尸也让他的徒弟加快进攻 看到金正国挨揍 僵尸也是笑死 最终是打到历劫 金正国是累的不行 对今天的比赛稍微总结一下 金正国是肯定完败 但是说的一点都不丢人 甚至可以说是很犹豫 你要知道作为一个艺人 已经四十多岁快五十岁了 常年健身保持着这么好的习惯 最后我也希望看视频的 想我慢慢保持初心 保持锻炼 那这种又帅又能打的艺人 我们中国有没有来 中国也是有的 吴彦祖 当我说起他的时候 你们可能有一些些的诧异 你很会打吗 你会打有个屁用啊 初来玩要有势力 要有背景 你哪个道上的 我叫阿杰 你不喜欢 那今天为什么要把阿祖说出来啊 吴彦祖是1974年出生 比金正国还要大脸岁 虽然没有看到吴彦祖的实战视频 但是我看到他的训练视频 我觉得他还是不错的 那你们也可以指出一些中国的其他明星 是又帅又能打的 评论区里面我们来掰吃掰吃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一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小伙伴们看得开心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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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